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知识点的第三部分内容 来给大家介绍讲解一下并购的动机 根据我们教材所讲 企业实施并购战略 或者说采取并购作为总体发展战略的实施途径 通常有三种动机 对于这三种动机 我们逐一给大家进行举例讲解 应该说这一部分内容 首先它不难理解 第二点 这一部分内容 从过往的考察情况来看 应该说也是在实际考试当中 出题人经常出题要考察的这样的一个热门考察对象 因此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以及在理解基础上的记忆 因为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在实际考试当中 通常更多的更高品质的是以主观提醒进行考察 所以说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不但要理解 而且还要记忆 我们接下来就对于这三种动机 来给大家逐一举例讲解 首先来看第一种动机 就是避开进入壁垒 迅速进入争取市场机会 规避各种风险 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给大家介绍过波特武力模型 这武力模型当中给大家介绍的 头一种例就是潜在进入者威胁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产业内的industry 既有在位企业 它受到潜在进入者威胁大小 其实是取决于这个进入壁垒的是吧 高低 这是站在产业内既有在位企业的立场视角 来研究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换个视角 站在潜在进入者 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角度 立场来看待呢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潜在进入者 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这个企业 它想进入一个是吧 一个全新的一个产业领域 那么此时它就会面临进入这个产业的什么 进入壁垒 无论是结构性障碍 还是行为性障碍 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潜在进入者的企业 如何来做能够更好地克服这样的一个进入壁垒呢 其中的一种手段 一种方式就是采取什么并购 也就是说 我这个企业想要进入什么 一个全新的领域 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多元化战略那样 其中呢 我的一个比较经济划算的 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选项 就是我把我想要进入的这个产业内的其中的一家 既有在外企业 把它什么 并购了 这样也就是说 我把我想要进入的这个产业内的 其中的某一家的既有在外企业 给它什么 MI已经并购了 这样等于相当于我是新的开花直接的空投 直接的就进入了我这个想要进入的心仪的这样一个产业 它是新的开花就绕过了什么 这个产业的进入壁垒 也就是空降空投到了这个产业之中 这就是并购的通常的第一种东西 就是避开进入壁垒 迅速进入 争取市场机会 也就是说 我可以避开进入壁垒 迅速进入 争取市场机会 因为我并购的是我所想要进入的这个产业内的既有在外企业 所以说这个既有在外企业它有它相当的市场份额 有它的相当的成熟的技术 有它相当的这样的品牌 而且呢 如果说所并购的这个产业内的既有在外企业 它的市场份额高产量大的话 而且这个产业它也有规模经营效应的话 我还可以获得现成的什么规模经营效应 这样不但可以是吧 直接获取这个产业内的既有在外企业 它自身的市场份额 也就所谓的争取市场机会 而且它的刚才举例所说的 包括它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个销售渠道 它的品牌 它的这些个技术 它这些个经验诠效应 我都可以什么 一并来取得 从而呢 规避我要进入一种全新产业的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 这就是并购的第一种动机 首先就是能够避开进入壁垒 空降在心里开发迅速进入 而且呢 我并购的是产业内的既有在外企业 所以说它的相应的市场份额 包括它的一些销售渠道 包括它的一些个资源的控制 包括它的一些个品牌 包括它既有的享受的政策 包括一些经验权项 我都可以什么 一网打尽 一并获得 拿现成的 这样就可以争取市场机会 规避各种风险 这是第一种动机 第二种动机呢 是获得协同效应 这个协同效应 它产生于互补资源 通常通过技术转移 或基因活动共享的来得以实现 在前面你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是同业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横向并购 我在前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A 把B企业是吧 acquisition给收购了 给收购了 acquisition给收购了 他们俩是同业 虽然干的都是什么 同行 但是A呢 比如说侧重于营销 B呢 它呢 建成于什么 研发 虽然干的都是什么 同行同业 但是呢 各自的优势侧重点 这不一样 有的擅长做市场 有的擅长于呢 做技术产品 A收购B之后 这其实是两种优势 是吧 它就进行了什么 相的互补 进行了相的整合 从而呢 可以使并购后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取得一加一大约二 这样的一个整体上的 这样的一个协同效应 形成这样一个 一加一大约二的整体合力 这就是协同效应 产生互补资源 通常呢 通过技术转移 或经营活动的共享 来得以实现 在前面呢 给大家举过例子 那比如说是刚才举的例子 一个做市场的 一个做产品的 这样的技术的 这样一个研发的 还给大家举的例子 比如说是 A它销售的特别好 仓库都不够用的 还得外租 B呢 经营差 然后呢 仓储空间 大量负购 因为B经营不好 被A呢 说够了 这样其实A呢 就可以用 B富裕的仓储空间 来完成整合扣的 生产产生产品的仓储 这样就可以呢 节省外租仓库的 这样一些费用 这其实呢 就是什么 协同效果 产生一种互补资源 而且通常呢 通过技术转移 或经营活动共享 来得以实现 这个技术转移 其实刚才给大家 举过例子 因为他们整合 其实就是什么 双方间的通过 并购这个行为 进行这种技术的 共享和转移 还有呢 经营活动的 这样一个共享 我们在前面呢 也给大家介绍过 并购的这样一个划新 比如说 按照并购方啊 被并购方啊 他们所处的 这个行业来分类 它还包括是吧 多元化并购 那么多元化并购 如果说我实施的是 相关多元化战略 我采取的实施途径 是并购的话 也就是多元化并购 那么此时 我通过这种 并购的战略 并购的行为 其实就可以把我原有的 这个产业领域当中的 某一个或某几个亮点 带到一个什么 全新的地方 来有助于我开拓 全新的什么 这样一个市场 这其实就是这种什么 经营活动的共享 所以说 并购实施的第二种动机 为的就是什么 获得我刚才所说的 这一系列举例所说的 这些协同效应 无论是做市场的 做产品技术的 无论是这种仓宠 空间的共享 无论还是这种 多元化战略实施的 多元化并购 我把这一个亮点 转移到一个全新领域 所有这些个通过并购 来实施的话 刚才所说的都属于什么 所获得的 协同效应的反处 这是并购的第二种动机 并购的第三种动机 应该说不难理解把握 就是克服企业的 负外部性 减少竞争 增强对市场控制力 什么叫做负外部性 其实呢 说的好像 很高深 很高大上 文作作的 所谓的负外部性 其实指的就是外部的负面因素 你比如说 我把一个 我若干个和我构成 直接竞争关系的同业 把他们并购了 这样就可以减少和我 产生竞争的 这样的竞争对手的 这样的数量 灭掉一个是一个 而且我在 把和我构成 直接竞争关系的 这些竞争对手 都给他并购了 灭掉一个是一个 减少外部跟我抢饭吃的 数量同时 我还通过这种行为 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实力 可以增强对于剩余的 那些和我构成 职业竞争企业的 一个相对的 一个竞争的实力 也就是说增强 对市场的控制力 所以说呢 这就是企业实施并购的 三种动机 应该说不难理解和把握 而且呢 刚才我说了 这块知识内容 在实际考试当中 通常是与主观提醒 考察 这三种动机 他们各自表述的侧重点 都很鲜明 因此在回答主观提醒的时候 其实不难 从案例当中 找出各自的信息 和他们相匹配 相对应 相支撑 第一种动机 其实更多的 指的是这种 潜在进入格的这个视角 获得协同效应呢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什么 同业间的 这样一个横向并购 也可以是多章化并购 其实也可以是一个纵向并购 也就是说 我把我的上游企业并购了 我把我下游企业并购了 同样也可以获得这种什么 互补资源啊 通过这种技术转移 和进行活动的共享 来获得什么 这样的协同效应 第三种动机呢 它更侧重于 说的是 和自身产生 直接竞争关系的 竞争对手的 这样的一个并购 它可以获得的一些好处 就是客服企业 负外部性 减少竞争 增强对市场控制力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三种动机 首先要理解 第二点 在理解基础上加以记忆 第三点 在理解了 也记忆的基础上 能够结合案例信息 和提供要求 加以灵活应用 所以说并购的动机啊 虽然这一部内容不多 但是呢 考试地位非常重要 大家要重视 这是并购的动机 那么接下来呢 对于外部发展 也就是并购 要给大家呢 讲解的第四部分 这个啊 就是呢 企业实施并购战略 或采取并购的这种行为 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呢 通常呢 会遇到一些个什么 失败的案例 那么此时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导致企业实施并购战略 或者采取并购行为 最终失败的主要的原因 有哪些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并购失败的原因 所以说这一部内容 他着重讲的 就是当一家企业 如果说实施并购战略 但是呢 最终所取得的效果 不及预期 甚至什么 完全的南辕北辙 同常造成这种局面的 一些常见的原因 有哪些呢 就要才介绍了四方面原因 这四方面原因 我先带领大家呢 快速过一下 首先第一点原因 是决策不当 第二点原因 是支付过高的并购费 第三点原因 是并购后 不能很好的进行整合 第四点原因 是跨国并购 面临政治风险 这四点原因不难记 但是 这四点原因 你要想把它用好了 能够游刃有余的 有效的应对 在实际考试当中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 客观提应考察 主观提应考察 把相的分数拿到手 有的时候呢 也确实是吧 不太容易 也就是说呢 内容好记 得分不易 这是啊 总结这块内容的 这样的特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看 并购失败的原因 这四点 貌似很简单 但是里面的这个内容 应该说内涵很丰富 很有嚼头 首先我们来说 这四点原因 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观 是什么 首先是决策不当 我先给大家总体介绍一下 然后在逐条案 根据教材内容 再给大家讲解 我先从总体上给大家 先进行一个 框架性的一个讲解 什么是决策不当 决策不当 就是指买了不该买 你反过来说 就是不该买的买了 你正过来说 就是买了不该买的 为之为决策不当 也就是说 本来不该并购那家企业 那家企业不值得并购 我去拍板 咱并购它 这叫做决策不当 就买了不该买 支付过高的并购费 字面意思好理解 就是我并购这企业 尤其是收购 对吧 我得支付对价 consideration呢 对吧 我得支付对价 consideration 对吧 consideration就是 咱们法律上的术语 我得支付对价 对吧 这个对价支付太高了 从字面一层来讲 支付过高了 也就是这个企业 对吧 它不值那些钱 我付了什么 那么高的一个对价 来收购它 结果收购完之后 它未来给我带来的 现金牛根本回表本 我不就十本生意了 这个字面不难理解 但是你要和第一点 决策不当 关联起来看 决策不当 是买了不该买的 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则是指 该买的 却买贵了 也就是说 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一定是有个大前提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该买 然后你支付对价多了 然后买贵了 为之为什么 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也就是说什么 该买的买贵了 如果说这个东西压根就不该买 就谈不上什么 买贵了买贱了 所以说 前两点原因 大家一定要体会之间他们这种微妙的逻辑关系 就是第一点是买了不该买的 第二点是什么 是该买的买贵了 然后你再解读 也就是当这个东西不该买的时候 这压根这东西就不值得买的时候 他也就谈不上 买贵了买贱了 因为这东西压根就 就不应该买 就不能买 就没有第二步跟人讨价还价支付对价的这个过程了 所以说 我在这啰嗦了车咕咕咕咕好几遍 我最后再啰嗦一遍啊 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他有一个隐性的假设前提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该买的 在这个前提下 是该买的买贵 所以说这是并购失败的原因的什么 前两点 他们的内在逻辑关系啊 决策不当 是买了不该买的 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是该买的买贵 我们再看第三点 导致企业啊 并购失败的常见原因 就是并购后不能很好的进行整合 也就是说并购后两家企业合并也罢 一家企业把另一家企业收购也好 反正是两家企业就跟两个人结婚过日子一样 得聚在一起了 那么并购后得进行方方面面的整合 有磨合 磨合好了 可以取得协同效 一家一大院的整体合理 磨合不好 可能是是吧 适得其反 反而内部有了是吧 这种是吧 内斗的是吧 这样的一个消耗 并购后不能很好的进行整合 包括是方方面面的整合 但是其中最关键 最为核心的 尤其指的是企业文化的整合 这是第三点 并购失败原因 第四点 跨国并购面临政治风险 也就是说 当实施并购的这一方 和被并购这一方 不在同一国家 你跨国并购的话 还会遭受面临政治风险 什么是政治风险 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之外 来给你增加的 导致你并购失败的 这些不确定性因素 广大学员如果说 稍微关注一下财经新闻的话 应该说咱们中国企业面临的 这样的并购的政治风险的 现实当中的案例比比皆是 你比如说是中石油中刷中海油 并购了西方某国的 打算并购西方某国的一个大型的石油公司 正常的并购行为 都谈的差不多都挺好的 正常商业行为 然后被那个国家的议会 或政府呢 以影响国家的能源安全为由 给叫停 这就叫做跨国并购面临的政治风险 就是我实施并购行为 最后呢 在商业正常商业行为之外 被某些个政治方面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给影响给干扰 为之为政治风险 这就是跨国并购 通常会面临政治风险 也会使这样的一个并购行为 胎死腹中夭折 从而导致呢 并购战略实施的失败 这就是呢 企业实施并购战略 最终呢 导致失败的常见的四种原因 刚才这四种原因 我给大家呢 梳理了他们之间的各自的核心要义 以及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已经反复介绍了 然后对于这四点原因 我说了 我先给大家进行框架性介绍 框架性介绍还没有介绍完 从另一个视角来介绍这几种原因 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咱们从另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时间节点 假如说 Time 这是个时间轴 然后这一点 小红旗的这一份 是我们这个 并购行为正在发生的这个节点 好了 Pray是个前缀 英语Pray是前缀 它的意思是before的意思 就在神封之前 就是Pray 是吧 MA 也就是说是什么 并购前 Pray并购前 PrayMA 就并购前的意思 也就是说 并购前 企业所面临的导致并购战略失败的常见原因 通常是什么 决策不当 也就是说 你还没有实施这个并购行为 你在进行决策 我到底并购不并购 收购不收购这家企业 这是肯定发生在什么 并购前的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决策不当 也就是买了不该买的这个风险 它是属于并购前所面临的什么 这样一个导致并购失败的什么 主要的这样一个原因 那导致并购失败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 它是一个并购前的原因 决策不当 买了不该买 买这企业 虽然在现实经营商当中啊 有是一个冗长的流程 但是你从一个更高的上帝视角 历史视角来看 应该说 你把这些冗长的流程 如果说看成什么 给的压缩 看成是一个 按照我们正常买一件商品的这些行为啊 一个大局观来看的话 其实呢 并购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把对价给你 你把股权给我 所以说支付过高的并购费 也就是说该买的买贵了 是在什么 并购发生时 它所产生的原因 就是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买 该买的买贵了 这是在并购发生时 常见的导致并购失败的啊 这样的一个原因 第三点导致并购失败原因 就是并购后不能狠熬精整合 人家字面上都说了 post post这个前缀在英文当中 当作after 在什么之后讲 所以post MA 就是并购后 导致失败的原因 就是并购后不能很好的进行整合 尤其是企业文化的整合 所以说你要换个视角时间节点的话 应该说决策不大 买的不该买的 是并购前导致失败的爪原因 支付过高的并购购用 该买的买贵了 这是并购时导致并购的 主要原因 然后并购后不能很好的进行整合 这是并购后 这个行为发生之后 导致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那么跨国并购面临政治风险 则是整个这个行为 它是不是什么 是一个跨国的 是不是一个跨境的 如果说是跨境的 在不同国家之间 并购方与被并购方 那通常呢 就会面临政治风险 所以说对于并购失败的这四点原因 我给大家从不同的框架角度 进行了罗里巴缩的 掰开揉碎的讲解 应该说讲到这 大家对于这四方面的原因 以及他们的内在逻辑观 应该说有了一个非常透彻到位的理解把握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对于这四点原因 每一点原因教材所讲的内涵 以及对于教材当中这些内涵 我们哪些个应该理解掌握的 来给大家进行分别的提示和强调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点原因决策不当 刚才说了 是买了不该买的 为之为什么 决策不当 它是 是吧 并购钱 或者说是收购钱 导致并购失败的这种原因 什么叫做决策不当 按照教材所讲的内容 我把它提炼为什么 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这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是我们回答涉及到这一部分知识内容的主观提醒时 从案例当中找出对于这一点原因的对应的支撑信息的 一个非常有用的依据原则 或者说是一个方向的指引 也就是说所谓的决策不当 其实按照我们教材所讲 可以把它提炼归纳为 就是企业在并购前 是吧 它什么 它有什么 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也就是说呢 之所以导致企业决策不当 原因在于什么 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第一个没有正确认识 就是指没有正确认识 也就是所谓的高估 并购对象所在产业的信力 这其实这一点的没有正确认识 它强调的是 被并购方 也就并购对象 它所在的那个产业的什么 未来的发展前景 未来发展前景 也就是说呢 我要并购这家企业 我得看这家企业 它所在的这个产业领域 未来呢 有没有发展前景 有没有奔头 如果未来的这个产业 它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有奔头 那么身处其中的这个企业 我把它收购了 我可以呢 获得这个产业发展的红利 所以说 首先得看并购对象所在产业 是不是有发展前景 这个产业都在摔退期了 你并购这个企业 不拨手里了吗 砸手里了吗 所以说决策不大 那反过来说 就是没有正确认识 或者高估了并购对象所在产业系列 可能这产业未来发展前景 没那么好 你现在看得像一朵花似 这第一个 没有正确认识 第二个没有正确认识 就是没有正确认识 或者说没有认真分析目标企业的潜在成本和效益 过于草率的并购 结果无法对被并购企业进行合理的管理 也就是说 第二点没有正确认识 着重是针对并购对象 也就是目标企业说的 你对于这个目标企业的 它未来可能产生成本 你把它并购了 未来可能给你带来的这样一个收益好处 没有认真分析 没有正确认识 觉得大概差不多 将来可能带来的收益 肯定能比我投入成本要高 肯定有好处 咱就并购 很草率 没有认真分析 导致你把这东西买来之后 没有像你想象那么好 第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是没有正确认识到自己对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能力 也就是说第三个没有正确认识的 是从自身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它也有一个逻辑上的层次 第一点说的是 并购对象 也就被并购企业它所在的这个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前景 就大事上 这个目标企业 它所在产业 在大事上是不是有前景 那身主其中的企业未来有前景 这是第一个没有正确认识 第二个没有正确认识 就回归到目标企业并购对象身上的啊 这样一个研究 第三点是回到自身上 也就是说呢 可能呢 这个并购对象 这个目标企业 人家所在的产业 未来发展前景 POWER MEDIC 充满希望 这个目标企业 应该说 人家的现金流 未来的盈利能力非常好 而且你并购它的对价 如果说谈的话 应该说付出成本也合理 你把它收购了 将来肯定是物有所值 物超所值都没毛病 那么好的企业 但是你自己什么 没有能力把这企业驾驭好 你高估了自己这种 能管理这种优秀企业的水平 导致那么好东西 被你并购来之后 这个好企业就毁在你手里 所以说决策不当 它着重指的 就是这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所以高估并购带来的 潜在经济相议结果是 遭到失败 遭到失败 所以说这是决策不当 这一条或这一种 导致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 大家应该理解 记忆和涨的内涵 所以说三个没有正确认识 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要有一个 很好的理解和记忆 这是我们回答主观提示 从案例当中找对应 支撑信息的一个依据 决策不当 那么第二种导致战略并购失败原因 就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也就是说该买的买贵了 然后是在并购是 在收购时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 教材对于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有了相的解释 对于这个解释 大家通读一下 理解一下即可 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了解了 理解即可 对于教材表述的这一点原因的相关内容 大家无需去记合背 支付过高并购费用 看看教材怎么表述呢 无论是否通过股票市场 价值评估呢 都是并购战略中 买卖双方较量的交易 也就是说甭管你这个目标企业 这个并购对象 这个被并购方 是否是上市公司 是否可以拿股价来衡量它价值 反正价值评估都是买卖双方的较量焦点 这个好理解 咱们可以一小笔大 你到商家买个东西 现在都淘宝网上购物 你跟那个电小二 然后这个淘宝卖家 你除了咨询产品的性能之外 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赫门能够跟卖家的谈一个 更为心意的 你自己更为心意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买小东西 买这企业的大东西 都是一个原理 如果不能对被并购企业 进行一个准确的价值评估 并购方就可能承受支付过高并购费用的风险 这种高代价的并购 会增加企业财负担 从而面临的效益挑战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不值那么多钱 你花了很高的对价来收购 你收购完这企业 它未来给你挣的先进度 都不够回本的 你这不就十本生意 会给你带来财务负担吗 对于这一点原因 按照教材所讲 大家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 但这块的人不需要记得背 那么第三种原因呢 就是并购或不能很好地进行整合 不能很好地进行整合呢 包括方方面面的整合 但是其中企业文化的整合 是最为关键 对于这一点原因 大家记住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即可 剩下的 大家呢 理解了解一下就可以 我带领大家呢 把教材当中 关于并购或不能很好地进行整合的 相关的表述 带领大家快速地过一遍 应该是并购后 不能很好进行整合 所以说这个原因啊 是并购后啊 导致失败的 常见的原因 并购行为的结束 它只是成功的一半 也就是说它只是了完成那种法律上的形式上的行为 这股权归我了 我把你呢 收购了 我把你并购了 但是 这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 后面 你为了达到你并购战略的预期的目的 你更大的一个重头戏 还在于并购后 它在这样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管理经营和运作 所以说你并购的行为完成 就是一个法律上行事上的完成 你归我了 这个相关的一些个权属文件都已经办妥了 股权关系啊什么都转过来了 归我了 这只是一个起点 你要想达到并购战略的预期的目标 关键是在看并购后 你怎么来打 手里这把牌 所以说并购行为的结束只是成为一把 并购后整合状况 将最终决定并购战略的实施 是否什么能够达到预期的 什么心仪的期望的那个效果 企业完成并购后面临的方方面面的整合 什么战略啊 组织啊 制度 业务啊 文化等啊 人力资源的等多方面的整合 但是其中企业文化的整合是最基本 最核心 也是最困难的 是吧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呢 很多企业并购后 不能很好地进行整合 最终导致并购战略实施的失败 不能很好地进行整合的方方面面当中 尤其是文化不能很好整合 往往往是导致并购战略失败的 不能很好经营很好整合的是吧 一个主要原因 那主要原因 这是呢 第三种原因 那么最后一种原因 就是跨国并购面临政治风险 刚才呢 给大家呢 都已经举例 详解了 解释了跨国并购面临政治风险的内涵 现在呢 来带领大家的了解一下 针对跨国并购面临的政治风险 可能存在的这种是吧 正常的商业行为之外 外部的政治领域 可能附加的这种不利因素的 这种不确定性效果 这样才呢 给出了三点应对措施 对于这三点应对措施呢 建议大家呢 将这三点内容的 把它记下来 因为这一块 是全书唯一的一处 教材讲解了 一个正义八经的风险的应对举措 你包括到第六章 这一章讲风险风险管理 没有一处讲 针对哪类风险 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举措要求 应对举措要求没有 这是全书唯一一处 针对一个具体风险 它讲了一个 相对来说呢 比较有条理 比较明确的 是吧 相应的三条应对举措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三点应对举措呢 建议大家能够记下来 当然你说我复习没时间 那你就有时间就看 没时间就算了 这三点应对举措 带领大家快速的过一遍 首先呢 就是加强对东奥国的政治风险评估 完善动态监测和预警系统 也就是说 你要到人家国家 去并股人家这企业 那么就对于那个国家的 一些个政府啊 政治上的一些个环境情况呢 要有一个了解和评估 看看我正常的善业行为 被他们干预叫成可能性有多大 或者他们采取后去的反制措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第一点举措 第二点举措呢 就是采取灵活国际投资策略啊 构筑风险控制的坚实基础 采取灵活的这种国际投资策略 比如说别救死啊 中东地区 你可以投资北非地区 可以投资东欧地区 投资南亚地区 投资远东地区等等 都可以啊 所以通过这种灵活的国际投资策略啊 来规避什么西洋的风险 也就是构筑风险控制的建设基础 第三个应对举措呢 就是实施企业当地化策略 减少与中道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也就是说呢 尽量的奔重化 把自身的利益和当地利益捆绑在一起 他办你的时候 其实也就伤到他自己了 他就不会轻易动 轻易的去动你 这就是呢 针对跨国并购面临政治风险 教材给出的三点应对举措 那么讲完这部内容之后 应该说第八个知识点的 外部发展并购的啊 相关的理论物需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在实际考试当中 通常是把公司发展战略的三种实施途径啊 外部发展并购 内部发展新建和战略联盟的 这三个知识点交织在一起进行考察 密不可分 所以说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一些历史上 曾经考过的比较经典的客观真题 我们应该说大多数 或者说全部都会放到第十个知识点 也就是战略联盟这个知识点 后面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因为第九个知识点会给大家讲 内部发展新建 讲完这之后 第十个知识点讲战略联盟 这三种实施途径都讲完之后 我们对于这三种实施途径的 把相关的历史上的客观真题 再给大家一并进行讲解 好这个知识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